大家好,歡迎來到TVBS看世界 台海風雲全球戒備一觸即發特別節目 我是彭劇 說到烏克蘭 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 這句話相信在過去的一年大家都很耳熟 雖然台灣跟烏克蘭在處境上有根本不同 但這句話還可以反射了全球對台海局勢的緊張 而整個東亞地區到底怎麼看台海情勢 是在今天節目裡頭我們要帶您分享的 我們先來歡迎今天的來賓 今天加入我們是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的 專任教授李大中 李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觀眾大家好 好 在跟李教授有更多討論之前 我們先來看到這次的報導 淡水沙倫海灘 三座鮮紅色導標格外搶眼 戰車登陸艦在外海待命 準備施放AAV怪搶灘登陸 國軍因應敵情 首度在大台北抓漏紅色沙灘 地緣現實 台灣如果真的有事 日本也很難置身事外 陸上自衛隊的水陸機動隊 參加上陸訓練 美日聯合反奪島演習 今年首度從加州疑失日本得知到 目的就是要關兵 為解放軍可能的入侵 提早做準備 抗敵於西南 三座抗議 哪怕對居民的感受 形成強烈衝擊 作衛隊軍艦 將反艦和防空飛彈 運抵十淵道 西南諸島防線 最後一塊拼圖 在安保三文件的法源支撐下 逆風到位 這三個文件主要的重點 當然第一個就是 所謂反擊能力的通過 那反擊能力的話 其實這個議題在日本 已經討論超過20年了 連安倍晉三首相 他擔任七年多的首相裡面 一共有兩百 防衛計畫大綱 都沒有成功的把 所謂的反擊能力 或這個敵基地攻擊能力 給放進去 安田文雄他本身是各派 那他反而在執行一些 日本的國安改革 或國防改革 他受到的主力相對少 解放軍對台導彈封鎖 其中幾枚 陸入日本專屬經濟海域 讓安田內閣更確定 飛彈部署和擴軍 腳步不能停 北齊馬毛島 南製與納國島 六座島嶼上 不是增設基地 就是新編電子戰部隊 形同要在解放軍艦隊 通過水道航向大洋前 就嚴密監控 從日本來講 過去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他為什麼會打輸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的一個海上生命線 他的一個能源補給線 被美軍給切斷了 所以導致他再有任何的武器 都沒有用 這個教訓對日本來講 他會深深的了解到 他必須要去穩固 所謂的海上交通線 那也同樣的 在現在來看的話 日本的海上交通線 必然會經過台灣海峽 守護經濟命脈 除了自身危機感 也呼籲美國印太戰略 美國國防部指出 中國大陸長城打擊能量 光是陸射巡弋飛彈 就超過300枚 短中長城彈道飛彈 總數更是上看1300多枚 這還沒包括 射程超過5500公里的 洲際彈道飛彈 美軍能否及時持緣東亞 如今還需自衛隊 提升牽制能力 只是就算世界軍力排行 已經高居第八位 日本還是有重重顧慮 如果這個台灣有事 萬一到日本 變日本有事的時候 那日本有沒有辦法 這個用自己的力量 去防衛這個自己 一定要啟動美日同盟 否則日本沒有辦法 防衛自己 所以安倍這個 他這句話的一個重點 就是日本有事的時候 那當然這個意味的 這個美日同盟有事 換言之就是 美日同盟要啟動 日本其實極力在避免 因為戰後的日本的軍事體制 是非常不適合戰爭的 美蘇冷戰時期 蘇聯就一直是 日本最大的安全憂慮 那冷戰結束之後 尤其普丁上台之後 俄羅斯也一直是 這個日本的主要的安全威脅 跟安全憂慮 對 所以烏克蘭戰爭 對日本來講 那一種衝擊 是非常直接的 北方四島領土爭議 未完待續 使得日本 對烏厄衝突 格外有感 朝日新聞在今年5月進行調查 如果美中因為台灣開戰 是否擔心日本被捲入 高達8成的受訪群眾 會感到不安 如果真的不得不參與 只有一成一的人 支持自衛隊 吸收美軍抗陸 過半的人 認為提供後勤支援 就已經足夠 亞洲北約在這情勢下 雛形看似 越來越淡 亞洲北約的這個可能性 我自己認為 現在完全沒條件 對 就是我們講 NATO的概念是什麼 它是一個 根據聯合國憲章第51條 對這個集團的任何一個國家 會員國的攻擊 視同對整體的攻擊 東亞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這種條件 去形成這種 這麼高度共識 把目光 放向歐美 積極發展安全夥伴 關係 更和英國相互准入 開放雙邊互相部署 協同演習 日本實質強軍 原因 當然不只為中共 未來如果英國 要這個 參與這個 印太地區的 這樣的一個行動的時候 那 日本 它是同意英國的一個 這個 武裝力量進入日本 去年的這個 安保三文件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它做出一個 相適應的這樣的一個改變 這改變 或許不止 只有對中國大陸 來因應而已 也很重要的 它是針對北韓 忽視不了的北韓導彈威脅 讓日本和韓國 都需斬前顧後 如果台海 再發生戰事 整個東北亞 將一起 被拉入 亞歷國 說到烏克蘭 大家一直在討論 它到底會不會加入北約 但是北約 在亞洲 有沒有可能有一個新的 亞太本北約 或是 小北約呢 我們先來看到 似乎有一點這樣的跡象 包括日本的外相 林芳正在 五月份就正直說 日本跟在北約討論 要在東興開設 第一個亞洲的 聯絡辦事處 事實上其實在過去的一年當中 日本跟北約 似乎是走得越來越近了 雙方其實有一個ITPP 日本北約 個別化的夥伴計劃 在防衛上 提高了雙邊部隊 要一起協同的行動能力 還有軍備的標準化 甚至單參與的 不只只有日本 其他像是日本 韓國 澳洲 紐西蘭 也首度的參加北約峰會 甚至呢 基本上像是印度拉 也被認為說 有沒有可能來加入北約 不過在各部分 印度是拒絕美國的提議 加入所謂的北約 或是我們講的亞洲版北約 我要先請教教授 這個亞洲版的北約 消息一出 當然很多人 包括中國大陸 還有這個法國 這些國家都是表態反對的 但是我想要先請教一下 大家想說亞洲版的北約 似乎就是一個 反中聯盟的一個態勢 您怎麼看 對 因為這幾年為什麼會有 所謂的這個亞洲版北約 這種討論這麼多 其實它的大的環境 還是一個美中進入到 長期的戰略競爭 還有包括像美國 還有一些 國際競爭成員 非常關切 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 可能會不會區域裡面 帶來一些 比較多的挑戰 甚至是威脅 所以這大的環境 其實是跟美國的政策相關 但是我們也知道 要成立是所謂的北約 不管是在哪裡 都是不容易的 對 因為所謂的北約 因為畢竟有它的一個歷史的淵源跟背景 它是跟二戰之後的歐陸的情勢相關 那進入到冷戰之後 這這麼多年來 我們看到北約很多的轉型 慢慢向政治轉型方面這個邁進 而且它基本上是一個 所謂的這個集體防衛的機構 但老實說到目前為止 在整個亞太地區沒有類似的一個機制的安排 都沒有 不管我們講的是 比如說很多人講 美日英澳 四方安全合作算不算 但老實說它並不算 它頂多是一個這種安全對話的機制 跟平台 基本上跟所謂的北大西洋共和組織 完全不可同日而言 那麼基本上美國在這個地區裡面 在亞太 它沒有所謂的多邊機制 像北約的沒有 它是一個只有雙邊的 所以我們會說它是輪軸式的 美國在中間 可能對的是日本 對的是韓國 對的是澳洲 對的是輝瑞賓 這樣的雙邊聯盟有 要成立一個多邊的機制 哪怕是小北約 我覺得它難度非常的高 那而且是部分的國家並不認為 要很明確 要比如說 要把冷戰的這種態勢 導入到所謂的亞太地區 所以即便有這麼多的一些傳聞 或是呼聲或可能性 但基本上我覺得 微乎其微 機率 對 但其實我蠻好奇的說 當然我們講說 整個北約的態勢 當然過去會覺得是 兩個軍事聯盟的互相對抗 但是以現在來說的話 日本就是確定要在 北約確定要在日本的東興 設了一個辦事處 或者說相關的合作中心也好 而且它認為說 其實在這個合作中心 它主要來主力的就是 包括日本、韓國、澳洲、紐西蘭 這些國家 那這個辦事處 某種程度上 會不會其實就是一個意義上的北約 或是實質上的北約 如果能夠真正成立的話 它頂多是個開始 因為這個議題在最早是在今年5月份 日本把它的概念拋出來 那馬上北約的秘書長 史托騰伯格說 的確 我們有意考慮要在日本設立 我們第一個在亞太地區的辦事處 但基本上 即便是這麼小一個起步 但我們也知道其實並不容易 因為很明白 我覺得後面有美國的影子在 因為這是美國拜登的政策 如果我們去看 拜登政府的一個國家安全戰略的文件 他講得很清楚 他希望把美國在各地區的夥伴 跟盟友的體系連結 在印太地區有印太地區的 我剛講雙邊機制 在歐洲在這個跨大西洋就是北約 所以能夠增進這兩邊的協調 所以這是為什麼 這兩次這兩年的北約峰會 為什麼會邀請 包括像日本、韓國、牛線、澳洲 其實後面很明顯是有 這個拜登的一個強烈的企圖心在裡面 但即便是設立聯絡辦事處在日本 這麼小的一步看似 但也沒那麼簡單 因為法國其實在7月初的時候就表態說他反對 那反對的表情理由是什麼呢 法國官方把它搬出來說 北大西洋共同組織是有地理條件的限制的 它就是跨大西洋 在北美就是美國跟加拿大 在歐洲就是美國在歐洲的盟友 那即便是北約有沒有在境外有活動過 當然有譬如說9.1事件之後的阿富汗 但對法國來說 北大西洋共同組織 你不能把這麼有限的稀有的戰略資源 把它利多被分 讓它施交 它應該把它的核心跟關注點還是放在歐洲 或是所謂的跨大西洋 這也是北大西洋共同組織裡面 第六條的規定在講它的地理範圍 而且這是表面理由 很多人說實際上其實法國未必贊成 美國把北約視為是一個工具 把它導入到印太地區 來做一個制衡中國大陸的一個平台 或是工具 這是法國所不樂見的 因為法國的外交政策 向來高舉它的獨立自主性 我們可以看到馬克宏這任內很明顯 很多時候他會彰顯說 美國是我們很重要的戰略的夥伴 但並不一定 每一件事情都跟你站在同一艘船上 我們有我們的判斷 比如說我們對中國大陸的一個定位 跟中法關係 可能就跟目前美國所定位的 美中長期戰略競爭 就不見完全相同 所以設立辦事處 其實後面有很多的阻力 而且只要法國反對 基本上就很難成真 所以就連辦事處 也不一定有可能真的設的下去 對 何況就算設辦事處 也不代表說亞洲版的北約 或是小北約 因為北約一定要有很實質的機構 像真正的在歐洲的北約一樣 它有相關的條件 譬如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第五條最關鍵 假設進入這個盟約之後 任何國家被攻擊 視為對全體會員國的攻擊 這就是集體防衛的一個 最重要的精髓 但放眼亞洲地區 我覺得還有漫漫長路 後面很多國家態度 不見得跟美國完全一致 因為現在日本跟韓國 澳洲跟美國站得非常近 但是是現在 也要看這個領導者的一個態度 但其實我蠻好奇的 當然我們說北約有它非常濃厚的軍事色彩 那如果今天美國希望可以在印太地區 或是亞太區去設立一個 所謂的亞洲版北約的話 是不是也代表說它其實希望說在整個北約的成員國 或是相當的國家 美國可以為首在印太地區發生戰事的時候 它可以靈活的調配其他國家的軍事支援 那也是不是也代表說 如果這個印太版的北約真的成整的話 也會導致印太地區的武裝化 是這個概念嗎 對因為基本上北約是一個的確沒錯 它是集體防禦 它是現在是軍事為主 那可能是政治為輔不一定 但不管如何它的軍事的作用非常的強 因為它是一個典型的多邊的軍事同盟 假設真的有這樣的機制的話 那它的作用非常明顯 即便你說 欸我在防範北韓的潛在的核子威脅 或是如何如何 但是不言而喻的防範對象 其實就是中國大陸的崛起 那區域的國家也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即便是美國在推這樣的一個概念 但我們看看 即便是剛剛講的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 其實都不那麼容易要轉換成 所謂的集體防禦機制 因為印度的看法就不同 他不願意把這個機制視為 是一個抗中的一個聯盟 或是機制 因為印度也有它自己的一個國家利益的 自己很主觀的一個判斷 他也不願意被美國所有的這個想法拖著走 所以這是難處 而且假設一個集體防禦機制 那各國要有各國的一個承諾 這承諾要當真 還有相關的預算可能也都要破出來 其實這是非常非常困難 所以我們看歐洲地區的北約走了這麼久 才目前有這麼的機制化 這麼的成熟 在其他地區其實是非常罕見 而且如果俄物戰爭沒有發生的話 其實過去大家也會認為說 北約可能是一個相對來說 可能在功能性上 沒有這麼彰顯的一個組織跟承諾 但其實我滿好奇說 當然大家講說 在整個亞洲版的北約當中 會不會有所謂的台灣的角色呢 我覺得目前來說可能比較微少 或是微乎其微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各別國家都對台海表態 而且只要美國在這場合 只要是美國美日峰會 美韓峰會 或是G7 G20 或是美國自己的一些主張跟聲明裡面 最近兩年都會提到 重視台海的和平穩定 對 但是這樣的狀況 跟所謂的這個集體安全機制 或是亞洲版的北約 還是差非常非常的遠 那再加上這個台灣假設 真的進入到所謂的這個 未來有可能性的這個多邊 集體安全機制 那它的政治敏感度會非常非常高 對 那台灣不進去就算 那台灣進去的話 我覺得可以想見中國大陸的反應 應該會把整個鍋子掀掉 對 那應該是他很明確的政治的紅線 即便沒有如此 就當在講亞洲北約的時候 你看這個北京的反應就是 北京就跳腳了 就說這是忍戰思維啊 再搞集團對抗 你再搞過去 你再搞過去 用這樣的一個語言去 批評美國跟美國的盟友 所以我覺得目前 台灣的安全的維繫 可能不能指望 這個所謂的多邊 集體安全機制 或是所謂的亞洲版的北約 可能還是要看美台關係 台灣關係法 台灣跟美國之間的一個 安全的一個聯繫 比如說一些共同的一些交流 還有當然要自己壯大自己 大概沒有辦法寄望於所謂一個 目前來說我覺得還是一個很遠很遠的一個理想 所謂的亞洲版的北約 或是小北約 對所以目前看起來的話 其實真的有可能成真機會渺茫 不過現在明擺著在台面上的 其實就是美國跟日本 其實現在美日同盟的連結度非常高 甚至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台灣跟日本的連結度 因為過去大家講說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說 如果是台灣有事的話 日本也有事 這個日本台灣有事論 基本上在過去 也都是被炒得非常熱 安倍晉三的時候 當時提出來 但是其實針對有事這件事 過去我們在台灣 可能有人說有事 就好像是如果今天有任何的狀況 都可以解讀是有事 但是在日本來說 他們對有事的定義來說 似乎是比較更加嚴苛 因為已經上升到所謂的戰爭層次了 像是松田康博就說了 日語的有事就是戰爭的意思 日本社會對台海發生戰爭 危機感是比台灣還要再更強的 而且如果你從日本去書店逛一下的話 他們會發現說 現在他所謂的台灣有事 就日本有事這種思維變得非常多 非常濃厚 也可以感受到民間對於台海戰爭的關注 尤其在日本社會是非常濃厚的對不對 對那個台灣有事等日本有事 因為這是安倍晉三 在卸任首相之後所講的很多次 那當然在台灣或是日本 可能現在都大家社會上都是朗朗上口 那的確因為美日同盟在這些年來 是一直在往前深化當中 而且要強調它是不只是區域的 雙邊的同盟也是區域 而且它合作範圍是擴大到全球 那美日的安保我們可以看到 歷次的這個安保指針的修訂 其實再加上這幾年 這個集體自衛權的一個解禁 代表說現在日本在安全防衛上 它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是希望更加去的激起 更加能夠配合美國 在這個地區裡面的很多的行動 包括潛在的台海假設發生危機在內 但是要把這樣的說法 台灣有事等於日本有事 要弱實到假設真正有事情發生 台海出現危機 中國大陸無力搬台 日本一定會採取什麼樣的動作 我覺得這個連結可能還沒有辦法 這麼有把握 這麼視智為理所當然 馬上把這個線給它接起來 因為後面的變數還非常多 而且這還是牽涉到美國的角色在裡面 因為我們知道的確拜登上任之後 它在公開場合裡面至少講了四次 關於所謂的這個戰略模糊跟清晰 那即便是到目前為止 華府並沒有放棄戰略模糊 但基本上在光譜上已經往清晰的方向移動 為什麼? 美國希望能夠增加對於中國大陸的嚇阻力 希望中國大陸不要輕舉妄動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美日同盟裡面基本上美國 基本上還是以美國馬首是瞻 所以假設台海發生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第一步還是要看美國的動作 第二步是看美國希望 日本能夠扮演什麼樣的蟲旁支援的角色 所以不到那一天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很清楚 很有把握判斷說 日本會有什麼樣的模式 多大的強度或深度來去介入 或是來去幫忙美國 在台海的可能的干涉的行動 或是來對台灣做出一些協助的舉措 但教授其實我也蠻好奇說 當然我們講說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這件事其實在日本發酵的非常深 但其實我們講說台灣問題 台海危機 基本上在全球 基本上好像都變成一個標語 然後甚至有人形容說 它是一個各國的內政化 我可能只要在國內喊一喊說 我挺台灣 然後我關注台海之間的緊張的情勢或狀況 似乎在他們的國內的證據來說 都是加分的 但好像放在日本的話 似乎不是如此 他們似乎有更多的相關的舉措 是力挺台灣的 是跟他們這麼緊張 是跟地理位置上是有關係的嗎 我覺得這原因是非常的複雜 對全世界各國來說 我覺得會這麼如此關係的台海 當然跟這幾年的台海的局勢相關 中國大陸比較多的一些 比較具有一些壓迫性的舉措 包括台海中線 跟我們的防空識別區 ADIZ 它的侵擾有關 但還有一個我覺得 跟去年2月份爆發的俄乌戰爭 絕對脫不了關係 因為俄乌戰爭爆發之前 大概很少人會判斷說 俄國會真正的開戰 會去侵略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所以才會有很多人 國際社會 把烏克蘭跟台海相提並論 那日本對台灣的支持 還有一些是跟歷史情節也是相關 還有民間的一些友好 我覺得這是脫不了關係 那還有一個可能跟美國有點像 就是這幾年在日本跟美國的 國內的民意來說 可能對中國大陸的負面觀感 比起過去是快速的上升 這背後的因素非常非常的複雜很多 那日本可能有它的理由 那美國的理由可能是一個 我覺得主要是2018年之後 川普執政之後的第二年 對 但是到底是因為有這樣的民意 影響到川普的政策 還是因為川普的政策對中強硬 然後相互交成 因為會引起北京的反應 然後讓整個社會的民意 尤其是我會 跨黨派對中國大陸的敵意上升相關 那我們也發現在日本的這個 國內的民意調查裡面 當然中國大陸對日本可能是一樣的 相互的 對彼此的觀感 尤其是民間 這一點是快速螺旋的上升 這一點其實都是後面 可能支持或同情台灣 或是願意更多時候去理解台灣的想法 比例上升 我覺得後面是脫不了關係的 那其實我們也要來看到的是說 剛剛其實教授也提到說 如果今天台灣真的有事的話 日本會不會參與喔 其實以日本這邊的角色來說 其實日本是關鍵 這是美國的智庫 他模擬出一個戰爭結果 說如果今天台海真的爆發危機的話 日本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而且美國需要運用 利用在日本的美軍基地 而且呢其實相當未來 會不會協同作戰呢 還有暫時溝通 基本上都是大家在討論的一個重點 當然教授剛剛其實也提到 其實在二戰之後 其實日本應該說到現在 大家發現說 日本開始積極的建軍 尤其我們從國防預算來看的話 2023年他們的財政年度預算 在國防開支的部分 就來到6.8兆 相當是1.5兆台幣 除了預算之外 他們在法令上有非常大的轉彎跟修訂 像是在2022年12月的時候 就修訂了剛剛教授說的安保三文書 讓自衛隊擁有反擊能力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轉彎跟轉變 但其實我想要請教教授 當然我們講說 這些不論是預算上的提升 或者相關的法令上的調整 其實現在自衛隊可以有反擊能力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轉彎 背後其實是跟美國也脫不了關係 對第一個也是跟美國可能脫不了關係 因為是美中之間陷入到一個戰略競爭 那軍事安全是一個重要的一個場域 那同時當然也跟日本判斷 他區域周邊外部的安全形勢也是息息相關 那第三個我覺得還是跟岸田文雄 他的一個政治判斷相關 因為在他上任之前大概很難想像說 他的政策可能會比過去的安倍晉三 更加在這個比如說在安全上 在外交上跟美國走得更近 或是對中國大陸的態度比過去可能還更為強硬 所以剛才所提到包括像是國防預算 而且它是不只是提升 而且是預估在2023到2027年未來五年 他可能總規模要達到43兆日幣 而且到2027年的時候 國防預算要到GDP的2%以上 不要小看這零點幾百分比的提升 因為GDP很大 那再加上剛才有提到說 圖卡上提到說 一些建軍的一些方向跟項目跟計畫來說 可以看到裡面有隱含一些更多的公式主義的思想 比如說他希望能夠購買或是組建 所謂的對敵方的長程攻擊的飛彈 那要能夠增加日本的反艦飛彈的射程 還要購買美國更多的一些巡弋飛彈 那甚至包括像外空 像是網路 像是AI 都是他的發展重點 而且日本還要準備跟其他國家共同 建造研發下一代的新式戰機 意思是說 在軍備上 在安全政策上 目前的岸田文雄政府是非常非常的積極 那建築 當然是中國大陸是最主要的目標 那後面這樣的一個規劃 其實跟美國其實是非常非常的近似 或是相符合的 這也是美日同盟的目標 其實我也蠻好奇 剛剛教授提到了這個飛彈 像是巡弋飛彈 其實它的射程其實大概就是1000公里 基本上是可以打到這個中國大陸的這個本土的位置 所以大家會被認為說攻勢 還有這個相關的攻擊力都是非常強 也被解讀說是劍指中國大陸 但其實我蠻好奇的 如果今天其實美日要這樣合作的話 美國到底把日本在軍事上當作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在亞太的布局來說 他是最壯的夥伴 因為我們知道說在二戰結束之後 美國在這個地區裡面有好幾個盟國體系 都是雙邊 第一重要一定是日本 到目前為止都是 而且目前的這個駐日美軍基地 還有駐日美軍的數目 還是在整個亞太地區裡面3.5萬吧 是最高的 那通常過去美國會形容美日同盟 是一個美國在這個亞太地區裡面 他維持他領導地位的一個基石 最基礎的一個關鍵 那韓國當然也非常重要 但韓國的重要性 可能即便現在越來越緊密 駐軍也大概有2.8萬人 但是還是遠遠步入日本 所以日本對美國來說就是一個 在這個地區裡面最重要的盟友 最重要的安全上的夥伴 而且他的角色是其他國家很難替代他的 對 那其實我們要來看到說 當然其實在軍事上的角色是無法替代之外 但其實以日本跟中國大陸來說 過去他們有所謂非常多的情節 像是釣魚台的問題 還有對台灣我們剛剛提到了非常多 其實因為中國大陸對台灣的軍事壓力是增大的 還有其實中國大陸對日本本身的壓力 也都是明顯偏大 所以說當然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這樣的意識 是不斷的深化 還有安保三文件 剛剛我們提到了 其實從一個手勢轉為一個公式的一個調整 也會讓大家認為說 是不是其實也是劍指中國大陸 但其實以這個相關來說 還有第四個我們講的是晶片戰略的部分 尤其在7月的時候 馬上日本就要針對他們國內的23種晶片的設備出口 進行管制 由於它已經涉及到一些成熟製程 所以被認為說幾乎是封殺了中國大陸的半導體產業 尤其我們知道其實美國在對於中國的相關晶片發展的側軸 其實是非常深 包括是聯合整個歐洲啊 像是荷蘭等等 現在連日本都加入 當然會讓中國大陸的政府認為是非常不爽 老師怎麼解讀這個部分 我覺得從這一步來看的話 很明顯可以看出來 日本對於美國的政策大的方向跟戰略的方針是 完全配合 完全配合一步一區 因為我們知道從 美國從川普進入到現在的拜登 基本上他的對中國大陸的遏制 或是牽制的範圍 從一開始從貿易開始 現在真正重要是在科技 尤其是高科技 美國現在打的是科技保護主義 還有科技的制裁 科技的管制 但光靠美國 他沒有辦法達到他的目標 所以現在是美國對全世界他的盟國盟友 包括歐洲 對 包括日本 都希望能夠自願性的配合我 要不然我可能要對你施加壓力 對 過去我們都會說 中日關係基本上 可能在政治上有些時候就會因為一些歷史的問題 比如說包括 包括二戰 包括無安復 包括台灣 這個中國到處講 叫歷史認識問題 對 會有一些他的一些摩擦 跟深層的矛盾 但是 即便是政治上維持個比較冷的狀況 但經濟上是熱的 對 就是正冷但經熱 對 但這幾年出現一個比較新的狀況是 可能雙邊都是冷的 嗯 政治上沒有辦法達到一個很密切的交流 高層互動有沒有 有 但是不像過去那麼的密切 對 即便是過去經濟上 投資上可能很密切的 但是現在那種競爭大於合作的這種態勢 也慢慢的呈現 而且再加上我們剛剛所提到 日本現在大的戰略方針上 在牽制中國大陸 是跟美國是高度的協調跟合作 那尤其安庭文雄上台時候很明顯 再加上韓國的新的政府 其實美日韓三方 很難得達到現在的協調狀況 對 所以基本上這三角關係已經變成對於 壓制中國大陸 或是對中國大陸 撤走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 但其實我蠻好奇的 當然 在過去很多的領導者來說 國家的領導者 通常不會選邊站 不會特定選 特定選美國 或特定選中國大陸 但是現在好像在整個亞洲地區 尤其是日本 它像是安庭文雄 它非常親美的狀況之下 它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底氣 教授怎麼看 我覺得這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啟發 研究國際關係 研究外交政策 你不能忽略領導者的判斷 對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都說要看大的環境 國際間權力的分佈的狀況 影響國家的對外政策 但是有時候要看內部 尤其是在國內的層次 領導的層次 這就取決於這個安庭文雄他的判斷 對 他認為說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他跟美國走得近 在外交政策上維持一定程度的強硬 對日本來說可能是最符合日本利益 可能對他的一個執政地位 相對來說也是比較安全 或是更能夠吸引 比如說日本主流民意對他的一個支持 那他這樣的判斷 可能跟未來日本首相判斷 也未必一致 但目前在他執政的階段就是如此 所以這還是非常關鍵 就像一樣 韓國也很明顯 韓國現在的這個影席越政府 他就是跟文在寅的政策 大大的不同 而且他是在競選時期就表現出來 他的政策是比較強硬 保守 不管是對北韓的策略 或是對於中國大陸 他後面應該就是要緊緊的依靠美國 但是文在寅不同啊 文在寅是比較主張 兩韓要比較採取比較和解的這個角度去做 要擴大跟北韓的交往 去改變北韓的行為 所以他跟美國就沒靠得這麼緊密 那另外一個例子當然是我們熟知的菲律賓 你看這幾任的菲律賓的總統 每任的總統在美中之間的光譜 他所站的位置都不盡相同 所以說意思是什麼 因為這些都是民主國家 民主國家的領導者基本上靠民選 那他跟民意之間會有個相互的聯動 那所以代表說對美國來講 他當然希望所有在亞洲地區的國家 主要的國家都跟他站在一起 但這就是一個變數 那即便是目前這些國家的領導者 他選擇外交政策上是跟美國站在一起 但也不代表未來的領導者一定如此 海國家是澳洲也很明顯 澳洲在過去莫領森時期 那更加的強硬抗中 更加的跟美國靠在一起 那現在的工黨埃班尼斯 還是跟美國走得非常近 但是他跟中國大陸的緩衝空間 就比過去大一些些 所以國內的層次 就是領導者的意志跟領導者的判斷 會影響國家的外交政策 所以等於說以日本的角色來說 他選擇親密的路線 在國內不論是對他的支持者 或是他的民意有交代之外 可能在國外還有在整個大國外交當中 他可以獲得他想要的東西 其實等於說他算是雙邊都有斬獲 應該是可以這麼說 但我們來看到其實就是韓國了 尤其大家講到日本就想說 日韓的關係似乎非常差 但是現在似乎往好的方向走 甚至跟美國結合起來 三方變成一個非常重要 壓制中國大陸的一個力量 那我們來看到其實 包括現在南韓現在的總統 他就說了 有人想要武力改變現況 這是談到台海問題 他說造成台海緊張局面的話 台灣議題就是國際問題 他認為說這個友人 其實基本上就是指中國大陸 天上來的大多不是禮物 和台灣一樣 韓國同樣有個崇尚武力的鄰國 只是北韓的先軍政策 又更激進了些 威脅程度甚至讓日韓當局 暫時放下宿願 和美軍攜手軍演還以顏色 但是東北亞周遭 前世戰場不止這一出 尹石月教授之前說 台海局勢緊張是試圖 以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導致 韓方和國際社會都堅決反對 又說台灣問題是超越地區層面的世界問題 台海風雲這一局 韓國還沒有太多角色 不過四月訪美前 尹石月總統受放師這番大鳴大放 除了喊給美國聽 政治語言明著反中有其脈絡 在安全議題上面的時候 也發現到過去呢 希望能夠透過中國 來影響到北韓的這個想法 看起來是失敗的 那過去 因為安全和經濟的議題 非常看重對中關係的韓國 在尹石月總統上台之後呢 很明顯的 他第一個先去把對美國的關係 變成全面的這個夥伴關係 除了這個軍事同盟之外 連經濟上面也希望能夠跟 美國有更多的這個整合 以一致以期望落空 加上2023年6月貿易逆差翻轉之前 韓國經貿受中國製走長達數年 安全經濟兩大原因 讓韓國在立場和國家利益上 開始向美靠攏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可能都認為說 台灣是這一個 所謂的這一個 跟韓國是貿易之間 就是競爭關係 但事實上 韓國三星電子 在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採購 就是在台灣進行 也就是說 在韓國它最後要組裝成 要做成所謂的這個 終端的這個商品的過程之中 一些中間財 其實是向台灣來採購 那所以 當台灣有一些 這個狀況發生的時候 事實上對於韓國的電子 電子這個產品的生長 也會產生了某種程度的影響 如果台灣有事 首當其衝就是海上貿易 2020年 比利時學者曾經統計 韓國海運貿易熱點 數量雖然少於日本 但標準貨櫃運量 卻動輒超過1600萬個 而主要運輸路線就是台海 生計要顧 但如果為此除兵射入 爭端將從商場拉上戰場 然而台韓官方往來 真的不算多 沒有國家想要捲入 跟自己國家太不相干的戰事 即便是烏克蘭戰爭的時候 韓國也沒有完全的加入 或是派遣軍隊去支援烏克蘭 只是提供一些軍備 這樣子而已 如果是在整個美韓 共同防禦條約 還有那個美日安保的狀況之下的話 後勤的補給 還有一些協調彈藥的這些東西 提供給美軍使用 我想應該是有這個地位的 而且美軍應該會很希望 那個韓國可以租借他一些基地 在暫時的時候使用 尤其是在華盛頓宣言發表過後 韓國既然已被納入核保護傘 此後美國如果真的出兵援台 韓國要怎麼說不 何況雙邊是正式邦交國 美軍在韓駐紮已久 因為目前韓國內部也有一些聲音 特別提到 因為還是有美軍駐在韓國 所以他們不希望 因為台海發生變化 而讓韓國成為被中國攻擊的一個目標 所以在這中間如何去取得一個平衡 即便是隱习越政府現在積極的想要 靠向美國跟日本去建立這個相關的 合作的軍事上面更緊密的合作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在這個政治上面 其實韓國基本上還是跟台灣 還有台海議題 採取一個比較有距離的一個政策 不希望參與 卻又無法完全置身事外 韓國在北韓威脅和台海爭端當中 尋求生存空間 防止父輩受敵最壞狀況 驟然降臨 但其實我也蠻好奇的說 其實現在南韓他從一個 相對來說我不要得罪中國大陸 也不要得罪美國這種 美中平衡的一個角度 開始到現在新任的總統上任之後 他們發現說他一度的親美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傾斜跟轉變啊教授 第一個還是跟尹錫悦自己的這個政治主張 跟判斷相關 因為他在當選之前 他就是以對外政策強硬保守 還有親美路線 為他的一個主要的市場區隔 他殺人之後並沒有那麼快 但是一步一步看起來非常清楚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他達成跟日本的和解 這個在韓國社會並不是說沒有任何的雜音 也是有很多的抗議 因為過去對美國來講 他希望拿到韓國是我的好朋友 日本也是 但日韓之間有時候並不是那麼好 尤其是獨到獨到什麼慰安婦 還有一個這個在日本殖民時期 征用韓國這個民工的一個法律的議題 都是影響韓日之間關係 更加親密的一個主要的障礙 但這障礙在這個尹錫悦上台之後 就把它翻開 因為他有很重要的演說就是在幾個月之前 他說我們要重視歷史 歷史不能遺忘 可是我們要往前看 今天的日本絕對不是過去那個殖民主義的日本 他是個跟我們一樣有民主體制 有共同價值觀的日本 而且可能還有一些潛在的共同利益 可能就是包括像防範中國大陸對我們的挑戰等等等等 所以他就把這個障礙排開 所以才會有美日韓三邊的協調 還召開很多三方的國安會議 那這一點其實對美國來說是個天大的好消息 而且是千載難逢 過去的美國總統想不想這樣的狀況出現 但是你要這兩個國家的領導者 美韓 美日韓 尤其日韓 有共同的這種意志 才能辦法實現 那目前是達成 那這三方所要共同協調的對象 當然你可以說北韓 一些區域的一些局勢 但是應約其實就是中國大陸 還是一樣 劍指中國大陸 這個非常關鍵的一步 但其實我也蠻好奇 當然我們說日本挺台灣的力道是非常強 但日本跟韓國兩個又是夥伴的話 而且跟美國有非常深的淵源的狀況之下 韓國挺台的力度 當然啦這個南韓總統講的是 好像覺得挺台的力度非常大 那教授我也想請教 如果今天台海可能局勢升溫的話 我們不要講說上升到所謂的開戰層次的話 就韓國有可能像日本一樣 就是對台灣有一些可能深受的吧 有幫助啊 或是幫忙協防台灣 有這種可能嗎 我覺得他的機率 比日本更小嗎 我覺得低很多 即便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影席月在很多場合裡面會提到說 他們講台海的和平穩定 韓國很關切 那他甚至有講一些 台海議題是全球性的議題 那同時他也講過說 把台海跟朝鮮半島局勢相提並論 那這些講法當然都引起北京 外交上很強烈的抗議 但是我們也看過很多的國際間 智庫的報告 因為對韓國而言 他最在意的安全威脅是來自北韓 尤其是核武或是彈道飛彈試射 或是直接的軍事的入侵 那台海對他而言他會關切 但是他跟日本還是有非常重大的差異 包括在地理上在位置上等等等等 所以要期待說假設台海真的發生衝突或危機的時候 南韓的角色能夠像日本這麼的明顯 或是能夠在很大的比例上有機會去幫助美國的一些軍事行動 我覺得可能還是有一個明顯的差異性 韓國畢竟不同於日本 那其實南韓選邊站可能院中親美 其實過去來講大家會說在歷史上 然後有一陣子似乎是個蜜月期 看起來麻吉麻吉的 但是到了薩德可能飛彈危機的時候 可能雙方又開始漸行漸遠 甚至到現在已經是明顯親美的態勢 大家在分析說可能有四大元 第一個當然是輿論民意的部分 其實現在全球包含南韓 其實都是對中國大陸對於反華 其實都是有一個比較明顯比較高的聲浪 還有他們認為說北韓有的問題 他們認為說在中國大陸 並沒有積極的來化解這件事情 還有呢就是包括貿易經濟喔 其實過去我們知道中韓的貿易其實是非常密切的 但其實過去大家想說政治 像是剛剛教授有提到在日本過去啦 我們講說雖然說政治可能不合 但經濟是非常熱絡的 但是以南韓的態勢來說 韓中貿易從一個順差變逆差的態勢 是不是其實也給南韓總統非常大的底氣 可以讓他更親近美國呢 對而且還有一個狀況就是說 過去可能韓中之間在很多領域上 不像現在是競爭性比較強 那現在有些領域裡面 尤其在高科技裡面 可能對韓國來說 中國大陸不僅是有後發優勢 甚至可能對韓國既有一些產業優勢 造成一些挑戰 那這可能就是雙方的利益就不像過去 互補的比較多 那現在競爭的層面 明顯比過去來的強的多 但是我覺得這還是 取決於韓國整個 包括內部民意的氛圍 領導者的意志 領導者對於國際關係 還有整個區域局勢 全球局勢的判斷 他選擇跟美國 至少在光譜上 他往美國跨了一大步 對 當然不會是完全倒過去 因為畢竟 中國大陸目前對韓國來說還是重要的 對 而且畢竟在地理位置上 他們也是比較靠近 對還有北韓的議題 即便是韓國可能不滿意 但是要解決北韓的一些問題 大家都很清楚 沒有北京在後面的協助跟幫助 或是一定程度的配合 基本上不可能 聯合國所有安理會 通過對北韓制裁的決議 到目前為止 北京都是投贊成票 所以說其實北韓 對於日韓來說 日本跟南韓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之下 對 中國大陸有沒有可能 以北韓這件事當作一個起點 如果他願意好好的來解決 讓包括日本跟南韓 都是有獲得他們想要的東西的話 他會被以此當作一個施力點 來增進他跟這兩國的關係 至少不要讓這些 我們講日本還有南韓 這麼親美 達到自己的戰略的目的 是有這樣的可能 因為對北韓議題的解決來說 中國大陸當然也是希望無核化 他也反對北韓進行 所謂的這種軍事上的造勁 試射飛彈 或是再進行所謂的 新一次的所謂的核子施暴 這些都對北京來說 是危害區的和平跟穩定 但與此同時 他還是希望在北韓的政權能夠維繫 至少是成為一個緩衝區 所以他跟美國或是跟日本的 所謂的政策目標 有些地方是重合 比如說和平穩定 對 非核化 但是有些地方又不盡相同 所以在這巧妙的這個態勢之下 北韓成為一個 對中國大陸來說是個複雜的議題 因為早前很多人說你是血盟啊 血的聯盟 那很多人說是戰略的資產 但是在過去北韓不受控的時候 很多中國大陸內部的聲音 包括學界 他認為北韓這種動向不明 有些時候反而是形成一個 中國大陸在外交上的戰略負債 而不見得是資產 所以在這樣的拿捏之間 他的中國大陸看待北韓議題 可能跟日本跟韓國跟美國 還是有些不同的地方 我覺得這種拿捏的尺度 跟他的一些策略來說 其實可以從他跟俄羅斯的一些相關互動 似乎也都可以喬到一些他的端倪 包括中國大陸到底怎麼樣跟他的過去 大家認為他血的盟友 兄弟的盟友來做互動 但是其實真正他的目的 還是他在整個國際上的定位 還有他希望變成一個未來 不論是在經濟或是軍事上 都是非常具有實力的一個 國際強權來說 他其實目標是要變成國際的強權 而不是跟他的過去的盟友 在這邊其實有一些相關的過度的合作 而導致阻礙他的大國之路 我個人是這麼認為 從自我的國家力出發 這是不變的真理 每個國家都是如此 對 那我們再來看到的就是菲律賓了 其實菲律賓在這一次我們討論當中 也是非常的關鍵 尤其美菲合作現在不止在過去 好像大家覺得經濟上其實蠻多的 但是在軍事上或許也超出大大的想像 像是菲律賓新增了四個美軍的基地位置 兩座是靠近台灣 像是我們說的巴拉巴克島 還有這個卡加岩省 基本上距離台灣都是非常的近 但其實我也想要請教這個教授 我們講說美菲合作 大家會 當然過去他們有非常深的歷史淵源 那以現在來說 為什麼好像把這個歷史淵源 還有這樣的合作的情況 又再往上升級呢 我覺得還是一樣 主要跟這菲律賓新的總統 這個小馬克氏 他的一個主張 他對區域局勢的判斷 他跟美中之間他要站在哪裡 這看法很明顯跟杜特蒂就是不同 對 那小馬克氏重不重視對中國大陸關係 他也重視 他也訪問過中國大陸 但是很明顯他也一樣 在美中的這個戰略的平衡裡面 或是光譜上 他也是往美國再走進了一步 有很多的蛛絲馬跡 包括說 今年才剛舉行過 所謂的美菲的2加2的會談 那也舉行過所謂的這個 肩並肩美菲軍演 而且軍演的規模是30年來最大的一次 再加上剛才的這個螢幕上有顯示說 他也同意在 在讓美國再多使用4個菲律賓的基地 讓美國來做使用 本來5個現在4個現在變成9個 那還有很多是包括美菲之間的高層官員的互動 對話比過去更加的密切 這代表說目前的菲律賓政府希望 強化跟美國的關係 跟美國 因為菲律賓跟美國關係不會差的 對 因為他們本來在二戰之後就是一個 也是美國在這個地區裡面的條約盟國 只不過不同的總統 他的看法 他的主張可能不同 對 那包括像前任的杜特利 杜特利就是從他的前任 這個 這個艾古諾三世 因為艾古諾三世基本上也是親美 所以才會有當時所謂打那個南海仲裁 也是支持中國大陸 背後也有美國的角色 但杜特利上台之後那幾年 大家應該有印象 他的確就是把跟美國那麼親近 稍微往中國大陸又跨了一大步 不是說完全的親中 但是跟過去的政策有所不同 包括在南海的議題 對很多議題的看法都明顯不同 那現在從去年這個小馬克四三上台之後 菲律賓的政策又轉回跟美國更加更加的密切 對 那其實我也蠻好奇說 當然我們說 其實這些國家可能跟美國都有非常深的合作關係 那以日本來說的話 日本跟菲律賓有可能針對整個 因為亞太局勢的聲文來做合作嗎 其實有些合作已經在進行當中 比如說可能在軍事上 或是日本在一些軍事裝備的提供上 已經有一些蛛絲馬跡已經在秘密進行當中 而這樣的狀況比如說 都是美國的盟國 尤其條約盟國 而彼此之間增加一些更多的一些軍事的一些合作 包括轉入的協定 這在過去幾年已經出現成為一個現象 尤其是像澳洲 日本韓國 或是一些美國在歐洲地區的夥伴裡面 都是有如此的狀況 而這樣的設計 其實比較符合美國的最佳的設想 就是我不只是跟你之間 雙邊的好幾個雙邊的組合 我希望在美國的盟友之間 美國的夥伴之間 你們彼此能夠深化關係 深化安全的合作 所以現在美國做的是點線面 區域上 印太跟歐洲 或是北約 不是單一的 要增加連結 那美國在各地區裡面 我們的盟友跟夥伴 也希望你們增加連結 所以這個優勢其實 尤其在軍事安全上 我覺得目前來說 可能是中國大陸 比較欠缺的地方 因為中國大陸的夥伴網路是很綿密的 但基本上它過去比較強調是經貿 基礎設施搭配一帶一路 但基本上它的外交政策講究是不結盟 結伴不結盟 那跟俄羅斯關係已經非常非常的深了 但即便是俄乌戰爭打到現在 老實說 中俄關係的合作緊密 有沒有所謂上不封頂 無上限 老實說就是沒有 很緊密 但是它不會明顯提供 所謂的軍事裝備 尤其殺傷力的軍事裝備 不到這個地步 因為美國講得很清楚 這是我們的底線 那我們今天其實討論了這麼多國家 包括美國還有日本 菲律賓南韓這些國家的角色 其實我蠻好奇的說 以菲律賓日本南韓這三國的角色來說 大家其實都還是配在美中的夾縫當中 求生存 然後去調整他們的政策上的方向 但其實過去我們都講在美中美中之間 但他們真的有把所謂的台海問題 放在他們所謂的主要的策略當中嗎 還是其實台海問題只是美中角逐下的一個附屬品 對這些國家來說 我覺得在美中這個開始劍拔弩張 就是從2018到現在之前 他們會不會關心台海議題 會 但程度跟現在還是有重大差異 但是現在比較是一個官方的立場的陳述 就我們剛所提到的 只要用美國在的場合 他都希望 宣言裡面共同聲明裡面要特別提到台海的和平穩定 但是這代表說 當不幸的事情發生之後 這些國家會如同美國所期待 很義務反顧投入支持 尤其是出動武力 軍事的介入 那又另當別論 因為不到那一天其實很難做真正的判斷 但基本上這氛圍是有 那還有一點就是台海議題現在為什麼這幾年 為什麼這麼的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我覺得大的背景就是美中戰略競爭 對 戰略競爭下 包括美國的國內國會民意 或是其他美國的朋友夥伴 或是對中國大陸比較失望 或是負面觀感增加的國家 包括歐洲 尤其好多東歐的國家 他們就會把台灣議題 會把它自動的扶上台面 對 重視它 讓它台面化 代表說 我藉由對台灣的支持 來表達我對中國大陸整體的對外行為 作為或是對內的內政 或表達我的不滿 或是抗議 或是作為一種類似像牽制的一個途徑一樣 這後面這大的氛圍還是一個大國的戰略競爭 還有中國大陸在這幾年 對部分國家來說 它的負面的影響是持續上升當中 但其實我也蠻好奇說 當然我們講說菲律賓日本這些第一島鏈的國家 當然台灣也在第一島鏈裡頭 那教授怎麼看第一島鏈現在逐漸軍事化的狀況呢 嗯 當然它本來就有它的軍事意義存在 但現在好像這個程度又被拉得更高了 有沒有可能反而過度的激化也讓 過去大家想說 我們會做這些動作 會做這些經濟還有這些軍事的措施 是為了保護這個地方的安全 但有沒有可能過度激化螺旋式的上升之後 反而讓這個地區印太地區變得更不穩定呢 嗯 我覺得很多角度可以思考 嗯 第一個對個別國家來說 它它所想要選的最適合最舒服的位置 可能不盡相同 對 但我們剛剛提到好多例子 是跟現在選擇跟美國更加緊密 對 但還是有部分國家嘗試在這兩者之中 選擇一個比較符合自己最佳最舒服最舒服的一個位置 那對所有國家而言大概都一樣吧 安居樂業 對 安全繁榮 價值 還有經貿 還有生存 這些都是要注意重視的各式的面向 對 就是看你要如何去達到這樣的目標 大概沒有一個國家說安全 國防不重要 都會 但是你就要做一個拿捏 做一個你資源有效的分配 就像是美國現在跟中國大陸高度的戰略競爭 但不代表說美國認為說完全不需要跟中國大陸打交道 或接觸 否則我們不會看到 從 五月到現在 包括前陣子 Winkern 夜倫都去了 而且夜倫去很明顯是 他很認為 我覺得就是在部分的面向上 必須要跟中國大陸協調跟合作 對雙方都有利 但在長期來講 雙方的競爭可能還是多於合作 所以 有些國家可能選擇在中間 有些國家跟中國大陸進行一些 有些國家可能跟美國進行一些 那民主國家又會出現政黨輪替 不同領導者的判斷可能有所不同 所以這些都是為了一個大的變數 但其實我們講了這麼多國家 大家其實還都是把中國大陸當成主要敵人 當然也許有時候不是他們自己把他當敵人 而是其實在美國可能背後會希望說 也許我們塑造一個共同敵人 可能讓大家有更多的目標 可以往這邊來邁進 因為的確中國崛起 我們姑且不要把中國大陸當敵人好了 他的崛起的確讓很多的國家 周邊國家或是美國 都感受到威脅 像是他們的軍費 其實現在也來到了6.86兆台幣 其實增加的這個程度 也都是非常的多 但其實我也想要請教教授 當然我們講說所謂的軍備競賽 軍備競賽 中國大陸日本 其實在這個亞代地區 我們看到大家在軍費上的調整 都是變得非常多 那以在調整這麼多的態勢之下 會不會也讓整個區域陷入 無限制的軍備競賽呢 你怎麼看 我覺得有一點點這樣的趨勢 因為我們看到中國大陸 這幾年的國防預算的增長 他其實已經脫離掉 他曾經有一陣子是每年兩位數 對 百分之十以上 但是這幾年看起來 大概是百分之五六七八這樣的速度 那的確 現在他應該是按照一些國際智庫 比如說 斯德哥爾摩 和平研究所的統計 他大概是全世界第二名 兩千多億美金一年 那第一名還是美國 大概今年應該是八千多億美金 那現在美國大概還可以一一打十吧 第二名加第十或是第十一等於美國 但早期美國他的優勢更強 可能一個美國第一位 他等同於第二名到十三十四的總和 但基本上美國的這個軍事的投資 跟他軍事科技的優勢 大概短期之內 中國大陸還沒有辦法去完全的超越他 那與軍事預算剛剛講到 大概他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已 那很多科技 當然中國大陸是後來居上 或是一些地方他有些他的強項 但整體而言在國防上 美國還是他目前來說是一枝獨秀 那很多人會說有軍事軍備競賽 這樣潛在的局勢 的確有一些這樣的徵兆 冷戰結束之後 一開始大家會認為說 過去的狀況不會再出現 很多人可以把你的預算省下來 放在社會福利 刺激經濟環境保護等等等等 但現在看起來軍備 這個有點是有可能 最糟的狀況就是負面循環 我把你所有的一些努力 或是你認為是在做自保的動作 強化自我防禦動作 我看的是有攻擊性的 是在針對其他國家的 這就會成為一個負面的螺旋 或是我們通常講 這叫做所謂的安全困境 那大家還是不希望這樣的狀況出現 所以現在美中之間還會講一個 要控管彼此的關係 對 不讓他從競爭邁向衝突就完蛋 對 因為雙方老實說 我很明白來講 基本上不希望發生戰爭 對 除非不得不打 但都不希望這一天的到來 也不希望戰略誤判 也不希望失控 希望能夠把底線跟原則講得很清楚 美國也希望設立防護欄 習近平不知道講多少次 有效控管 所以假設幸運的話 往這方面前進 大國競爭長期 但是基本上不至於發生 這個無法控制的狀況出現 但其實我們其實從美國現在的一些舉動 也可以感受到他對整個風險已經開始逐漸的控管 希望可以讓美中的對抗不要無限制的上升 但最後我想要請教教授 當我們講說美國串聯了這麼多的國家 包括我們一直在提到的日本、南韓、菲律賓也好 就是希望可以圍堵中國大陸 那你怎麼看中國大陸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 突圍 甚至其實以最後我們來看台海的情勢 有可能如預期當中的降溫嗎 我覺得也不要小看中國大陸 因為中國大陸即便是沒有傳統上講的安全同盟 軍事同盟 但是它在全球的網絡 夥伴網絡其實也很深 非洲還有中東地區 對 非洲包括對東協的關係 其實非常深入 也不是一天兩天 對 美洲也是 包括歐洲 但因為這幾年歐洲有一點是開始在朝轉向了 就是對中國大陸的負面影響 甚至定位為它也是所謂的體制競爭對手 但中國大陸在部分的領域裡面 剛提到比如說投資外貿或是部分的一些經貿 或是基礎建設 它透過這些工具 而且打了非常非常深的功夫 那這些可能就是它做的一些較量 包括最近至少這半年 它在中東地區 它也在做它的大國外交 嘗試去做一個積極的調停者 在過去有沒有 有 但是不像現在感覺起來這麼的積極 那這些舉措當然也會引起美國的高度警戒跟關注 各地都是 從印太地區 現在包括南太平洋都是 沒有錯 對 這些都是進出場 現在是全範圍 各地區都是 也包括各個領域 從經濟 貿易 科技 安全 軍事 到軟實力的交警 我覺得未來都是一個觀察的重點 當然互為表裡啦 我覺得大家認為說 表面上看起來是軍備的互相競賽 還有兩強 不論是美洲 或是整個兩個聯盟的對抗 這是表 但裡其實各地 大家做的更多的 包括是經濟上的合作 還有是一些去化解可能文化衝突 或者是在當地衝突的一個努力 我覺得是這樣講 那最後我還是想要請教教教 您怎麼看台海未來的情勢 是會有可能逐漸升溫 或是有降溫的可能 我覺得這非常難判斷 因為這牽涉到三邊的內部政治 包括台灣自己 對 也包括美國 你看在美國要舉行總統大選之前 我可以預見 對中政策很難大幅度的和緩 對 你這慢慢的 因為只要你稍微和緩 你很容易被你的政體批判說 你對北京磕頭 對 你在做讓步 在損害美國的利益 那同時中國當中也有它內部的一些挑戰 跟變數 那台灣也是 那所以我覺得很難做判斷 我覺得最好的狀況就是說 維持基本的和平穩定 盡量能夠控管風險 能夠對台灣來講 我覺得有時候可能用時間 換取空間啦 就是說很多地方我們要省深的思考 怎麼樣是在對我們最大的利益 能夠讓我們能夠 因為老百姓要的東西很簡單 安居樂業啊 長治久安啊 可是這現在看起來 有些時候就未必什麼東西 都一定視為是理所當然 因為變數很多 這也牽涉到區域各國 還有這幾個角色的選擇 也包括我們自己的選擇 對 就是希望能夠平平安安 對我們大家都會希望說 往好的方向 當然要做好自己的準備 也不能 就像這本書都寫的 有實力才有和平 我也非常相信這一點 對的確 備戰不是為了求戰 而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用在一個 雙方都有實力的狀態之下 往和平的方向走 我覺得這是今天 我們特別想要告訴大家 我們在今天也非常謝謝教授來參與我們的節目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教授 感謝您收看收聽今天的TVBS看世界 我是彭劇 我們再會 瓦格納一日兵變 挑戰普京權威 惡務戰爭超過500天 台灣會變成亞洲 烏克蘭嗎 中國對台軍演侵擾 習近平不掩飾統一野心 台海風雨 全球戒備 移取緊發 VBS看世界 帶您解讀新世界 不奮 閉嘴 吵